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欢迎参加HSK三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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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K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共四十题 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一共十个题,每题听两次 例如 喂,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 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好吗? 喂,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 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好吗? 现在开始第一到五题 一 你一直看手表,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吗? 我九点前必须回到办公室 经理有事情找我 再见 一 你一直看手表,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吗? 我九点前必须回到办公室 经理有事情找我 再见 二 你想什么呢?要出去吗? 明天同学结婚 我在想穿哪双鞋好呢? 二 你想什么呢?要出去吗? 明天同学结婚 我在想穿哪双鞋好呢? 三 你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 是 我骑了四个月了,一共瘦了六斤 三 你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 是 我骑了四个月了,一共瘦了六斤 四 真的不需要吃药吗? 不需要,回去多喝水,休息两天就好了 四 真的不需要吃药吗? 不需要,回去多喝水,休息两天就好了 五 五 你看,上次出现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好极了,只是你要注意身体 我记得你有一个多星期没去跑步了 五 你看,上次出现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好极了,只是你要注意身体 我记得你有一个多星期没去跑步了 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 六 他总是哭,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不哭吗? 给他一块糖,或者和他做游戏 六 他总是哭,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不哭吗? 给他一块糖,或者和他做游戏 七 这个电子词典的作用大不大? 很大 我做练习的时候,它很有帮助 七 这个电子词典的作用大不大? 很大 我做练习的时候,它很有帮助 八 眼镜,帽子,地图,啤酒,一个也不能少 好了,准备得很认真 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 八 眼镜,帽子,地图,啤酒,一个也不能少 好了,准备得很认真 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 九 我做饭,你洗盘子和碗,怎么样? 那还是我做饭吧 我愿意做饭 我愿意做饭 我做饭,你洗盘子和碗,怎么样? 那还是我做饭吧 我愿意做饭 十 告诉我,你想看什么节目? 没什么好看的 我还是读我的书吧 十 告诉我,你想看什么节目? 没什么好看的 我还是读我的书吧 第二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 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 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今天我想早点回家 看了看手表 才五点 过了一会儿再看表 还是五点 我这才发现 我的手表不走了 那块手表 那块手表不是他的 今天我想早点回家 看了看手表 才五点 过了一会儿再看表 还是五点 我这才发现 我的手表不走了 那块手表不是他的 现在开始第十一题 十一 我以前以为北京话就是普通话 到北京两年后 我才发现不是这样的 北京话和普通话是相同的 十一 你明天到办公室找我 我在707 如果我不在 你就上八楼 到803会议室找我 我可能在那儿开会 会议室在八层 十二 你明天到办公室找我 我在707 如果我不在 你就上八楼 到803会议室找我 我可能在那儿开会 会议室在八层 十三 我已经从图书馆出来了 那几本书都还了 你们等我一会儿 我很快就到 他已经到了 十三 我已经从图书馆出来了 那几本书都还了 你们等我一会儿 我很快就到 他已经到了 十四 这辆车现在能卖十万块钱吧 我两年前买的时候 花了二十多万 这是辆旧车 十四 这辆车现在能卖十万块钱吧 我两年前买的时候 花了二十多万 这是辆旧车 十五 有些人不喜欢吃蛋糕 是因为太甜了 有些人不喜欢吃蛋糕 是因为害怕长胖 但小孩子看见蛋糕 是不会客气的 他们认为蛋糕越甜越好吃 小孩子爱吃蛋糕 十五 有些人不喜欢吃蛋糕 是因为太甜了 有些人不喜欢吃蛋糕 是因为害怕长胖 但小孩子看见蛋糕 是不会客气的 他们认为蛋糕越甜越好吃 小孩子爱吃蛋糕 十六 我这次来北京 只能住三天 所以我只能选择 一两个最有名的地方去看看 以后有机会再去别的地方 他在北京玩了很多地方 十六 我这次来北京 只能住三天 所以我只能选择 一两个最有名的地方去看看 以后有机会再去别的地方 他在北京玩了很多地方 十七 每次坐火车前 周明都会去超市买一些东西 除了面包、水果 他还要买一些报纸 周明坐火车时 喜欢看报纸 十七 每次坐火车前 周明都会去超市买一些东西 除了面包、水果 他还要买一些报纸 周明坐火车时 喜欢看报纸 十八 他有很多爱好 唱歌、画画、踢足球、玩音乐 什么都会 而且水平也都特别高 他喜欢音乐 也喜欢运动 十八 他有很多爱好 唱歌、画画、踢足球、玩音乐 什么都会 而且水平也都特别高 他喜欢音乐 也喜欢运动 十九 他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 他对自己的工作 就是打开电脑 看电子邮件 然后才开始别的工作 他对自己的工作没兴趣 十九 他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电脑 看电子邮件 然后才开始别的工作 他对自己的工作没兴趣 二十 您先看看这种颜色的怎么样 这种手机很便宜 只要两千多块钱 他还可以照相 现在卖得很不错 他们在买空调 二十 您先看看这种颜色的怎么样 这种手机很便宜 只要两千多块钱 他还可以照相 现在卖得很不错 他们在买空调 第三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小王 帮我开一下门好吗 谢谢 没问题 您去超市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 难得想让小王做什么 小王 帮我开一下门好吗 谢谢 没问题 您去超市了 买了这么多东西 难得想让小王做什么 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 二十一 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身体 现在好些了吗 没事 不用担心 就是感冒发烧 很快就会好的 难得怎么了 二十一 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身体 现在好些了吗 没事 不用担心 就是感冒发烧 很快就会好的 难得怎么了 二十二 服务员 我房间里的灯坏了 好的 先生 我马上让人来换一个 他们最可能在哪里 二十二 服务员 我房间里的灯坏了 好的 先生 我马上让人来换一个 他们最可能在哪里 二十三 真奇怪 动物园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大家都在那边 看新来的大熊猫呢 关于大熊猫 关于大熊猫 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三 真奇怪 动物园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大家都在那边 看新来的大熊猫呢 关于大熊猫 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四 又下雪了 今年下过几次雪了 已经下过两次了 这是第三次了 今年下了几次雪了 二十四 又下雪了 今年下过几次雪了 二十五 我现在就在学校西门 但我没找到你说的书店 你再向南走两百米 你再向南走两百米 就能看到了 我就在书店门口等你 女的要去哪儿 二十五 我现在就在学校西门 但我没找到你说的书店 你再向南走两百米 就能看到了 我就在书店门口等你 女的要去哪儿 二十六 我看您对中国历史很了解 您是教历史的吗 不是 我是教数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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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对历史很有兴趣 女的 女的 是教什么的 二十七 你喜欢踢足球吗 我很少踢足球 但是我喜欢看足球比赛 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二十七 你喜欢踢足球吗 我很少踢足球 但是我喜欢看足球比赛 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二十八 这个冰箱太旧了 我们买个新的吧 同意 去年我就跟你说 应该换一个新的了 二十八 这个冰箱太旧了 我们买个新的吧 同意 去年我就跟你说 应该换一个新的了 女的希望怎么样 二十九 休息一下吧 我现在腿也疼 脚也疼 上来的时候 我怎么没觉得这么累 上山容易 下山难 你不知道 他们做什么了 二十九 休息一下吧 我现在腿也疼 脚也疼 上来的时候 我怎么没觉得这么累 上山容易 下山难 你不知道 他们做什么了 三十 我明天早上的飞机 今天中午有时间见个面吗 好的 那我们还是老地方见 他们打算在哪儿见面 三十 我明天早上的飞机 今天中午有时间见个面吗 好的 那我们还是老地方见 他们打算在哪儿见面 第四部分 一共十个题 每题听两次 例如 晚饭做好了 准备吃饭了 准备吃饭了 等一会儿 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 快点吧 一起吃 菜冷了就不好吃了 你先吃 我马上就看完了 男的在做什么 男的在做什么 晚饭做好了 准备吃饭了 等一会儿 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 快点吧 一起吃 菜冷了就不好吃了 你先吃 我马上就看完了 男的在做什么 男的在做什么 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 三十一 刚才天气多好啊 突然就刮起大风了 北方的秋天就是这样的 你是南方人 你们那儿这个季节怎么样 也刮风 但没有这么大 他们在说什么 三十一 刚才天气多好啊 突然就刮起大风了 北方的秋天就是这样的 你是南方人 你们那儿这个季节怎么样 也刮风 但没有这么大 他们在说什么 三十二 你准备了几双筷子 三双啊 再拿两双 你爷爷奶奶一会儿就过来 我们一起吃 好 妈 碗在哪儿呢 说话人最可能是什么关系 三十二 你准备了几双筷子 三双啊 再拿两双 你爷爷奶奶一会儿就过来 我们一起吃 好 妈 碗在哪儿呢 说话人最可能是什么关系 三十三 我帮您拿行李吧 好的 谢谢你 那个蓝色的是我的 哪个是您的 哪个是您的 右边那个最大的 蓝色的 上面有我的名字 那个行李箱是什么样的 三十四 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 晴天比今天冷 那没关系 我不怕冷 我明天要穿我的新裙子 你决定了 好 我看你明天敢不敢穿 明天天气怎么样 三十四 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 晴天比今天冷 那没关系,我不怕冷 我明天要穿我的新裙子 你决定了? 好,我看你明天敢不敢穿 明天天气怎么样? 三十五 李老师,您有两个孩子? 不,我只有一个女儿 那照片上的这个女孩是谁? 那是我们邻居的女儿 我女儿的好朋友 那个女孩是谁的孩子? 三十五 李老师,您有两个孩子? 不,我只有一个女儿 那照片上的这个女孩是谁? 那是我们邻居的女儿 我女儿的好朋友 那个女孩是谁的孩子? 三十六 现在天短了 天短了是什么意思? 我没听懂 就是说白天的时间短了 天黑的时间早了 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就是晚上的时间长了 白天的时间短了 天短了 就是晚上的时间短了 白天短了 白天的时间短了 白天的时间短了 天短了表示什么意思? 三十七 小姐,请问表演什么时候开始? 下午两点半 谢谢 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当然可以 我先看一下您的票 好,您向左走 坐电梯上二层 关于表演 下面哪个是对的 三十七 小姐,请问表演什么时候开始? 下午两点半 谢谢 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当然可以 我先看一下您的票 好,您向左走 坐电梯上二层 关于表演 下面哪个是对的 三十八 听说你要去国外读书 是 下周五的飞机 那祝您 那祝您在新的一年里 学习更上一层楼 谢谢您 谢谢您 女的希望男的怎么样 听说你要去国外读书 是 下周五的飞机 那祝你在新的一年里 学习更上一层楼 谢谢您 女的 女的希望男的 女的希望男的怎么样 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衬衫里呢? 户照是在哪儿找到的? 三十九 我的户照在你包里吗? 没有啊,只有我的 你的放哪儿了? 奇怪,我记得给你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在你自己的衬衫里呢 护照是在哪儿找到的? 四十 你在忙什么呢? 刚才打你的手机 你也不接 对不起,我刚洗了个澡 没听见 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问你 公司里的一些事情 你等一下 我去把电视的声音 关小一些 男的刚才 为什么没接电话? 四十 你在忙什么呢? 刚才打你的手机 你也不接 对不起,我刚洗了个澡 没听见 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问你 公司里的一些事情 你等一下 我去把电视的声音 关小一些 男的刚才 为什么没接电话?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我去打电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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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